我刚刚说我要打一个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私房甜品 而且是跟木瓜合在一起 在香港非常风行 而且卖得很贵 然后他们的木瓜都蒸过 可是我觉得蒸过 有点营养会损失 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吃法 新鲜的 新鲜 然后我燕窝太贵嘛 不环保 我就用银耳 其实银耳的分子室 跟燕窝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胶原蛋白很多 好 我把它加下去 然后呢 我加一点这个冰糖 然后我加1500cc的水 我先把它切细 切30秒钟 好 我把它切细了 我现在我先把它倒出来一部分 这个呢就是切细 然后我要它的口感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它的焦局 这样很稠的感觉 我要它稠的感觉 我也可以要多一点 就是我想要多一点的那个 稠的感觉 所以呢 我就把它 这一部分呢就打得很细 一部分是口感 一部分是 对 一部分是焦局 把它的焦局打出来 这样子就不用断很久 我这是懒人方法 先打再煮 这样吧 然后现在打好了对不对 我们就把两个混合起来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莲子 莲子呢我们都常说不要泡水 因为泡水它就煮不烂 然后我们放到电锅 外锅呢 放八杯水 或者呢 去蒸 去蒸熟 或者我们就用那个电子压力锅 把它蒸熟 蒸熟以后就会变这样 你看 非常的Q 就银耳莲子甜汤 是 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一人一份 这是米其林三星级的甜点这样子 对 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澎湃 澎湃 而且非常的 就是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是 我们吃完饭不是都会上水果跟甜品吗 这就二合一了 对 水果甜品二合一 水果甜品二合一 来来来 大家品尝一下 我大家可以学这个做银耳的方法 节省非常多时间 吃起来感觉还蛮像眼窝的 穷人的眼窝 而且它这样放在一起 整个碗都是非常软滑的 所以对于牙口不好的一些 老年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心